民進黨常會議總統面前 北市黨部主委吳一農 原本要發表立體雙齡的演說 卻整個糟蹤彷彿失憶 忘了自己在哪裡 今天想跟大家談第二件事情 停頓的足足8秒鐘 好不容易想起要挺的主角 是誰卻又做出奇怪的動作 長左 靜怡 我想跟他談第二件事情 我突然間忘了 我要跟大家談什麼事情 布局汪慈還當場放空 甚至Cue小英總統來救援 我想說今天原本焦點 會在總統的襪子上面 我時間有限只有三分鐘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我還是看一下我的筆記好了 終於自我放棄 招稿念台下爐作正戰的觀眾 可能也鬆了一口氣 一場演說他停頓了至少十次 完整六分鐘 一時留談話 舔唇動作則出現了十一次 我覺得有點天天 沒有人說他是不是卡倒映 你心裡有鬼 然後不知道怎麼幫林靜怡 以及林昌佐 我兩個人辯護 所以你才緊張的 只不知所云的填醉醇嘛 伊農真的有一點點良心 因為他真的挺不下去 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違背良心的話 是最難記的 到底為何 拼拼舔唇 藕包沉重的農農 滿臉不自在 主動要求跳過提問同時 更尷尬的是 他竟然有 這次比較緊張嗎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 幫你填了一次 剛剛再切料好不好 包裝再怎麼好 本身料不夠 一樣完蛋 一場演說不止所云 到底是沒做功課 還是說不出口 無法違背良心 要大家跟著民進黨 一起挺雙臉呢 這綜合報導 我們下集結束